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起細營 又有 Perry 又有 Andy 今天我們有講飛機 Sony 有出一部新飛機 究竟有沒有跟 DJI 鬥 鬥什麼 鬥便宜 鬥便宜就應該不行 鬥炒得多 炒得多應該都是 DJI 贏 那賣得多還是炒得多 賣得多都應該是 DJI 贏 DJI 會不會有一個聚機指數呢 大概可以看看它曾經的 即是哪一款聚機聚得最多 有沒有的呢 數據可不可以拿到呢 我覺得應該有的 但不會公佈 這次Sony 出這部機 它說是首部航拍機 應該未出過吧 許四就未 以我所知都應該未 但重點是 這部航拍機 應該等於 DJI 最頂級的 很大部的飛機 即是飛機又要自己加部相機 而且這部機都不便宜 看它的定價 定價都要整七皮的一部機 只有一部機 只有一部機 只有一部機七皮 沒有攝影機的 沒有攝影機的 它說如果加攝影機 就是加平時的A73 S3 S3 FX3 A1 即是如果我想到 就是一部七萬多的機 加一部A1 如果萬一炒了 就十幾萬 有沒有人這樣做呢 我覺得有的 但不會是我們 有 試飛會不會先拿著A72 你問Sony可不可以借這部飛機 借這部飛機試飛 可能都沒有呢 香港 不知道有沒有賣 有可能要訂 即是沒有現貨的 你要訂就有給你 那就入貨 但它自己我覺得 都未必會有 有機器 都是的 而且這些應該不會是平民用 這些都是拍一些廣告 拍戲 有些才會用 平民 但你如何平民 有錢的平民 有錢也不是平民 有錢的不是平民 所以這部飛機 我覺得 基本上是第一部飛機 等於好似人家第一部 新延快的相機用 我覺得都應該是測試版款 即是不會是一些很完美的 它是自己研發 亦不是跟別人一起合作研發的 我覺得它應該不是 它17吋的螺旋掌 0至80至3.5 最快可以時速是90公里 等於一部車 對 很快的 很變態 但不知道它可以飛得多遠 挺高挺遠 對 因為DJI那些 其實已經 去做飛機做到 這麼多一部 其實它應該可以 穩定很多 飛得遠些 接收得好些 始終這些飛上天的產品 其實都有些危險性 例如在鬧市上飛一下 接收不到墜機 還有這部這麼大部的飛下來 這部會不會是鬧市非的呢 說真的 我覺得未必會 說真的拍的這些 應該是 剛才你說的廣告電影 都應該 封了 對 真的有機會這樣做 所以 對 這部機真的 很帥仔 我覺得是漂亮的 它的遙控也很漂亮 真的好像別人的遙控飛機的遙控 遙控車 那類的遙控很漂亮 因為我上網看過很多 即不是香港 大陸 或者是外國 那些評測一些 飛機的影片 他們很少 很少評測一些 這麼大型的飛機 我看過一個 是大陸的YouTube Channel 去平測一部 總之 我不知道這部是甚麼機 總之是很大部的飛機 那部飛機 已經不是平民用了 可能是一些做奸作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用途 那部機是可以飛起 然後播種 灑水 這些這麼大部的機 但好像是DJI出的 即是廠商應該會出一些 怎樣說呢 即不是民間用的 不是民間用的 或是工作上用的 但我不明白為何Sony一出一部 第一部飛機 是出一些這麼貴的機 出不到小部 但它平時的黑科技 是小和輕的 即是現在飛機就要大 不是 你一開始出的相機 它都是以前 一出到A19900 那些單反那些 都是大部的 慢慢才可以出一部 即是未研發到小部 要出一部大部 由大到小 即是慢慢就會越來越小 即是這部出來飛一下 飛得到了 便會縮一點 飛得到便會縮一點 飛得到 接著就應該不用相機了 就有個鏡頭在一邊 對 接著一路一路收拾 因為坦白說 DJI一開始出的無人機 即是FANTOM的 都大部一點 開頭都沒有 你那時候那部是什麼 我那時候是Vision 2 已經有鏡頭了 但是都大部 都要用誠意上去 對 都要用誠意上去 FANTOM第一 最開頭那些是沒有鏡頭的 你自己加鏡頭 之後就開始有鏡頭 慢慢出到MARFIC 再細部 之後就越來越細 越來越多款 它開頭這個 我想它始終研發一部大的機 我想是容易一些的 即是你的東西 不用專門縮小 可以寧願出去強勁一些 來試一下 你可以安裝到自己的相機 而且它的市場定位可能不同 即一出你小 你又未必夠人鬥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這個 噱頭和真的可能是 宣傳為主 我自己覺得 而且我覺得它很漂亮 如果你是插得布 上去 DJI那些沒有你的畫質 但DJI都可以插相機 插相機 插相機就是大部的 那些就已經不是去到聖衣箱 是呀 那些就要拿出行李箱 所以我覺得這部始終都是一個 試水溫 即是業界用的 就不是普通用的 究竟會不會有人購買 香港有沒有人購買 對呀 或者有沒有觀眾會買這些飛機 專業級航拍 我覺得它都是看市場 而且我不知道這部機 其實沒有什麼詳細資料 平時DJI那些已經有所有設定 那時候你買第一部機 基本上不都是手動 差不多 現在那些應用程式已經有 可以幫你對著人 追著它 圍著它轉 不知道Sony這部有沒有 真的不知道 如果沒有的話都很麻煩 即是真是一些只會開飛機的人 才可以開到 那也是的 你開這些 因為你做一些特別的東西 基本上都會用全手動去做 就會好些 如果你懂得開那些 那些是變成玩家級才有這麼多自動的東西 還有DJI有CARE 即是如果你炒了一部機 撿回C 都可以換一部新的 Sony不知道有沒有這個CARE 不知道 如果買完這個CARE 你撿到一部機 可以換一部新的東西給你 但那部攝影機沒有 看看會不會出個保險 就是如果你連部機都一起 都是Sony 一起買的 會有優惠的 即是你買機的時候 要選擇那部相機買 這部相機就可以把CARE 給你 就是給你用的 所以我覺得 這些都是專業用的 都未去到民用 民用的我覺得 始終這些飛機 本身內置有個CAM 是方便很多 因為你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直接飛上去可以直接拿 這些要求是要很高質素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用了A1之後 再用50.2去拍 大高圈會怎樣 50.2 應該都拍到的 差一個FILTER 他說如果裝上A7S3 和24 1.4 越重的鏡頭 應該就飛行時間越短 裝置別人那些 打著那些大炮 就像塔龍那些 那些150 500 應該平衡不了 我覺得 飛不起 頭重尾輕 照個人相 對 對 對 好像玩WatchDot 我玩 玩這遊戲 WatchDot 3 那些無人機 是可以站上去 對 那太誇張了 那 如果無人機 可以站上去 做什麼 自己又在上面拍 就可以了 你怎樣拍都可以 對 對 那部機器應該都很大 很大的 那部是運貨機 那部機器應該不是無人機 是無人機 但它是運貨無人機 即是可以把油罐 鐵罐 好像整個夾起來 很厲害 可能未來是這樣 好 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什麼補充 這集上來不知道說什麼 沒有 飛機這些我沒有什麼好說 飛機真的沒有什麼好說 而且應該沒有什麼人看 沒有什麼人看 如果這集可以過到 一千 五百都已經很好 對嗎 很厲害 好 記得like share 好 還有subscribe我們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